嗨,嗨,大家好,我們是實習投資金 那,我們決定要做就是台灣最透明的實習經驗分享平台 好,那,大家都知道實習生被當作廉價或是免費勞工的壓榨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那甚至在一些知名的外商科技公司或是新創企業 那也都有這個情況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? 就其實台灣的實習環境 長期下來有一個非常不透明的問題 那其實就是,現行的目前台灣所有的實習招募管道 都是由資方所刊登他們的資訊的 那上面常常會寫說什麼 公司環境氣氛很好啊 工作輕鬆,主管也很nice之類的 那事實上就是這樣嗎? 那很多人都跟我抱怨說就是 常常要真正繼續實習做才知道 天啊,就是裡面跟他想的完全都不一樣 那一定要這樣子才行嗎? 所以,我們的解決辦法就是 我們打造一個,讓大家可以匿名分享自己實習經驗的網站 那透過匿名分享的方式就是 讓你可以在不被你的主管發現或知道的情況這樣 你可以很安心的跟大家share你 就是在公司裡面真正內部的實習狀況 像是實際的工作內容啊 或是公司長短啊 或者是薪資引達多少之類的 那 目前我們的網站 有一個APP它長 目前長這樣 對 那它有一些最簡單的功能 像是我們可以根據公司的名稱來尋找 然後還可以看就是 比如說大家所分享的匿名心得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 我們目前到現在已經收集了大概400份的實習心得 然後 對 然後有一些媒體的關注之類的 不過就如同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目前這個網站看起來有一點 還有一點簡陋 對 然後UI也醜醜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想要徵求就是 有 網站的前端後端的工程師們 還有UIUX的大大一起來加入我們 對 然後看起來我們應該不會有一些很fancy的技術啊 或者是很困難的東西 對 不過我們用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幫助跟迴向 對 然後 所以我們還需要就是 法律的相關背景人士來跟我們一起探討 看實習生在勞機法裡面的定位 究竟是什麼樣 對 那 那 再來一下 對 關心實習環境的大家就 請來找我吧 好 哎呀